民進黨的話術是 這個會期 是預算法案 省預算最重要 這個會期 最後一個會期要選舉 選舉也很重要 不開會 跑去選舉 要人民繼續投票給你們 把人民當笨蛋嗎 司法要改革 司法要改革 居住要正義 司法要改革 司法要改革 716 在凱道上面的訴求 包括了吹哨者保護法 包括了妨礙司法公正罪 包括了不法關說罪 包括了不法規贈罪 包括了影響力交易罪 全部 都是民進黨 在2017年 施改國際會議的時候 已經許下的承諾 6年過去了 票票了6年的承諾 我只想請問民進黨 除了用研議以外 用研議以外 你們還想得出什麼借口 還要研議多久 再給你們4年嗎 再給你們8年嗎 還是要你們國會 永遠過半 研議到有一天 你們突然知道要怎麼立法了嗎 民進黨的話數 民進黨的話數是 這個會期 是預算法案 省預算最重要 這個會期 最後一個會期 要選舉 選舉也很重要 我剛剛非常驚訝的聽到 立法委員陳家華說 很有可能 11月12月 就要休會了 我希望不是真的 你們跟人民的契約 你們在法律上面的職權 就是到今年12月31號底 不開會 跑去選舉 要人民繼續投票給你們 把人民當笨蛋嗎 省預算的目的 是要給你錢 給你錢的目的 是要你去做事 如果你不去做事 連承諾過的法案 跳票 還提不出來 我給你錢要幹什麼 好